錄完之後啦,我剛剛已經要把那個這個註解把它打上 至於那個打的那個內容,其實不一定要完全跟我一模一樣 因為這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然後慢慢習慣啦 因為你將來要寫一些更複雜的程式 一定是先從簡單程式開始啦 不可能說你現在對這些東西不熟 突然間你突然馬上就很厲害了 不可能吧,所以漸進的慢慢的 像有些同學要做複雜的事情 一定要先從簡單開始嘛 那一般我的習慣啦,反正我們先從小範圍 那當然在那個 ECL裡面,其實它不外乎就是說 反正一定最基本單位一定是儲存格嘛 然後頂多就是再多一個範圍就range range的話就是,range顧名思義嘛 就範圍,也是不只一個儲存格 所以這個range喔 這個物件呢,它可以指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指一個範圍 OK,所以它這個物件還蠻重要的 一個儲存格,或者是多個儲存格啦 那其他的話當然不外乎是欄跟列 然後呢,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有沒有,所以這邊有個sheet1嘛 sheet1的話就是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整個就是一個工作簿啦 所以,剛好同學問說要怎麼樣把大量的工作簿變成一個工作簿 一個工作,一個工作表的一個工作簿啦 那其實當然也是從小範圍慢慢 再把它合併起來,其實就可以 那其實如果會寫的話,程式不多 OK 但是要怎麼樣精煉,我想這個是 需要花一點時間 漸進的啦 你說很多東西都是從小範圍慢慢把它擴大 那我們先把這個先講完 所以這個註解自己加在下 反正我希望 將來你們寫出來程式 自己要看得懂 千萬不要 有些同學是錄完就算了,反正就不管 也許你當下是還知道做什麼 但是你下一次 重新開啟它的時候,你會發現 哇,這是什麼東西的 對,你一打開 沒有註解跟有註解差太多了 還有其他 加上這個按鈕OK 那這樣就完成了啦 理論上我想應該也沒有太複雜的點 剩下就是多練習就對了 那只是說因為剛剛有一個地方 可能有同學會 一直 會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這裡已經有資料了OK 然後呢要不要取代它,那一定如果你不按 你按取消它會怎樣 他會出錯了 對,而且你要按真錯 不然按結束了 把它結束掉 所以這個其實 一定要按確定 沒按確定還不行 那可是問題 這個是一個困擾 每次都要按一下確定 感覺好像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沒有辦法 不要讓它出現這個東西 然後就讓它直接就跳過 可以 可以執行 那當然啦 其實 在那個 VBA 城市裡面 其實主要當然 你可能遇到狀況的時候 他就思考說到底 這個東西是 誰去管理的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關掉 那當然呢 我們 我的直覺啦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在 以色列裡面 他也 英文名稱叫 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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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訊息提示 這個叫Alent 一個叫什麼 訊息方塊 有沒有 這個Alent Alent 這個東西 實際上是誰在管的 其實以色列在管的 以色列可以管說 這個東西要開跟不開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它寫成程式的話 那 Excel本身喔 Excel本身也可以是一個物件喔 那Excel的物件名稱喔 他這個物件名稱呢 我把這個 如果要把程式 加 我是把它加在這裡 編輯一下 那我知道說 是誰在管的 是 Excel在管 那Excel它本身就是一個大物件 那個物件名稱喔 可能要記一下 他叫做 Application A 這可能 如果可以 記起來當然最好 App 有沒有 你們常看手機App 其實就是 那個Application的縮寫 Applic Applic 然後 Atln OK 就是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的話呢 當然你想說 老師呢 我不確定說 我會打錯字喔 其實如果你要 確定說你到底有沒有打錯字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打完Application之後 你就在尾巴 加個點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 假如 他有一個清單出現的話 那表示說你字沒打錯 可是如果你點下去發現 比如說我前面這邊假設撒一個O好了 我就這樣 點下去 奇怪他沒有理你 那你就要知道說 你打錯字了 所以我這邊 撒一個O嘛 點一下 就出現了 那你說出現這些東西什麼東西啊 跟各位講喔 其實 如果是綠色的 叫做方法 方法就有點像動作 就是你要讓這個Application 就是一次有做什麼事啦 有沒有像我們那個 點Slater Slater就是一個動作嘛 就是把游標放在那裡面 就是點Slater 那當然呢 一隻手拿來的資料 就有點像那個設定 你要設定什麼東西 那其中的話 因為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要幹嘛 主要呢 因為我要想要關閉那個 那個訊息提示 那 也就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去開跟關喔 那個東西叫做 Avent 所以喔 我如果要讓他要不要顯示的話 那我用猜的 如果要不要顯示的話 他叫Displace 所以我打一個 DI 你會發現喔 我大概打DI之後啊 他底下就有一個設定名稱 感覺好像 有點像我要的那個設定 什麼名稱呢 叫做 對 Displace就是要不要顯示 Alearns 就是那個訊息提示方塊 那如果 如果假設我要把它關掉怎麼關呢 就是你選 有沒有 我呼叫 那個Excel 他幫我 引用那個設定 哪個設定 Displace a learn 然後如果要把它關掉的話呢 後面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等號之後你會 奇妙的 應該看得懂吧 True的話就是要 Force就不要 有點像開關嘛 開關 請問一下喔 你這個要不要顯示那個 訊息提示 不要嘛 不要應該哪一個 Force嘛 OK 好 那我那時候其實用猜的啦 我再猜猜看 我推論應該這樣應該可行 因為我已經把那個 跟他講說你那個訊息提示方塊不要給我出現 關掉囉 那接下來 再來的話 我再加這一行 再來呢 我們就來亂亂看 如果可以的話 哇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所以 接下來剩下來 就加這一行 清楚嗎 剛按下去會跳那個嗎 現在已經關閉囉 看能不能walk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他居然 他就很乖的 按照我要的 有沒有 就把那個alarm的關掉了 OK 但是 可能會有一種狀況 因為你把alarm關掉 有沒有 那別的地方可能要出現 他就不會出現 從此 從此再也不出現 那會有另外衍生出別的問題 所以 我可能會需要怎麼樣 這個地方先關掉 然後在這個and sub的地方有沒有 有沒有 記得把它打開一下 有沒有 就好像你 可能你家裡在修 修東西 然後你可能 總開關關掉 修完之後你記得要打開 不然家裡沒電嘛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在尾巴的地方再增加一個打開的話 那就把這一行複製過來 對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True 這樣也ok了 有沒有 所以喔 有個開頭的False 然後有一個結尾的True 這樣應該就ok了 那最後得到的結果啦 當然應該 就應該符合我們要的 有沒有 那個東西 討厭的東西 就不會出現了 OK 不會影響後面 對 所以順便學一下啦 其實以後 如果假設你要去控制 任何在Excel裡面所有的動作 你只要能夠找到那個物件的名稱 還有它的設定 或它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控制你要的那個效果 所以意思就是說啦 其實 你只要會 VBA的話啦 所有 你滑鼠鍵盤做的事情全部 通通可以改成程式啦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 光這個 有沒有點下去之後啊 哇 這些這麼多啦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那我怎麼學習啊 啊其實也沒人叫你學習啊 那個字典啊 詞典也沒有人叫你背吧 或者像 使用說明書 也沒有人要叫你 一定要 有沒有 你家的那個 電視買回來 你使用說明書會從頭看到我嗎 不會吧 什麼時候會 要的時候再翻嘛 OK 所以 道理差不多啦 我大概就是這樣推論 那比如說像剛剛 Display alone 有沒有 如果我不確定 到底這個功能 是不是 我想的 那可以順便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喔 你這個設定如果不知道的話 那我們不是 理論上可能有個說明書 在旁邊最好 當然坊間有賣那種書啦 太複雜了 我是覺得它裡面有內建 但那個內建要怎麼調用 很簡單 就是你把游標 放在這個設定 的屬性值上面 按F1 記得喔 按F1的話 就是呼叫什麼 呼叫它的那個 內建的 使用說明 使用手冊的意思 底下的話呢 它就會告訴你說 喔 這個Display alone的屬性 它是什麼 作用 底下的話呢 就有一些相關語法 有沒有 如果執行聚集的時候 它會有沒有 顯示特定的 那個什麼 提示及訊息 有沒有 那就是為 True 然後後面的話 當然這個有些訊息 你可能還看不到 Booling的話就是 True Force 反正它就是一個 要不就是 True 要不就是 Force 底下有一些相關註解 OK 然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底下 還有一些相關的範例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啦 不過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是有點像 英翻中直接翻的啦 所以你也不要太認真看 因為你認真看的話 你一定就看 你會覺得 這到底什麼 所以一定要 怎麼講 就是 不求聖且 這樣講 也不太 因為它是 直接翻過來 翻很爛那種的 OK 所以你要知道說 其實它是 這樣翻 那如果你直接讀取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地方 看不太懂 但至少你關鍵的地方 看懂就OK啦 所以像我剛剛 就是 用猜的嘛 True跟Force 所以我就把 程式再加一下 所以我剛剛其實就加這個啦 等於 Force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 這個部分 試著完成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順便了解 就是說 在那個 Excel 在VBA裡面的話 其實 它的 基本的概念 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 你看得到的那些功能 其實它都有對應的一個物件 那如果你假設要去控制 某一個功能的時候 你就要找到那個物件 的 那一個 方法 或者是屬性 你就可以去控制 你要的那個效果 OK 那至於說 有一些可能 其他的應用 我想我們可以慢慢在 在遇到狀況的時候 慢慢在累積 大概久了之後你會發現 你會越來越能夠懂得說 原來怎麼樣操作 可以得到你要的效果 OK 那最後的話 這一題大概就先到這邊好了 因為這邊這一題我們最後其實加了一個 一個敘述叫Displace alone 等於Force 尾巴記得把它改成True 不然的話 將來它可能 要提示的地方也不會出現 最後記得呢 存檔的時候記得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我剛開頭的時候有提到 那瀏覽的時候呢 就記得把那個存檔類型一定要記得 存成叫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不然的話你下一次 開這個 你之前 錄的聚集就全部消失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 小心 記得要存對檔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太棒了 別讓我喝了 太棒了 好 小魚